思想独立 经济独立 人格独立 我觉得这三点都要有 首先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人格独立的基础上 什么叫人格独立呢 就是我觉得人至少有两次断奶期 第一次断奶期可能是生理上的 第二次断奶期就是精神上的 心理上的 那么你的人格独立了 比如说人格独立呢 要建立在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 就是完整的 所以你人格就会独立的 那你人格独立了以后呢 你还要建立在你经济独立之上 就是一切以经济独立为主 如果你经济都没有独立 可能这是第一步吧 可能也要跨出去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独立 思想上独立就是 随着自己的长大 要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一定自己的看法 就是尽量少去人云应云吧 我觉得要做到这三点 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女性 中国人对人的那个要求 真的是跟中国人完全不同 他们首先会忽略你的性别 就是不会认为你是个女孩 就应该格外照顾你 她只是要让你达到 她要让你达到的 甚至可能是非常超乎你的体力 能够去承受的东西 所以通过那段训练 我觉得对我以后的工作 至少我知道我能吃苦 我会守纪律 我会跟大家配合 那能有多苦呢 反正我去了一个月 我当时拎着包袱就要回家 我第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就哭了 我放下包袱 第一件事是下巴跑步 围着可能要跑两千米 我当时连双球鞋都没有 我都没戴 就穿你的鞋跑 一后来我听说她好像回国了 哎呀妈 听说用这个词太卑微了 是的 因为她回国联系的第一个女孩 不是我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她早就劈腿了 我正是被分手了 太可怜了 我还记得刚分手那会儿啊 我还傻不垃圾的 会去她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溜达 就想跟她来一个碰瓷 如果她好死不死的真的出现了 我就立刻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谈笑风声 然后把我最完美的左脸四十五度角显摆出来 这娘们太漂亮了 这婆娘好看哦 如果她真的被勾上了 我就会优雅地起身拿着我的小包 故意从她的身边经过来一句 你怎么也在这儿刷 好巧哦 那你每面刷哈 我先走了 看到性的这个人 没错就是你 请开口找我要电话 哈哈哈哈 你就认识哈哈哈哈 拿好他哦 听到没有 听到 多般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